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吴学兰 今天很多国际媒体还在关注乌克兰战况 那我们也首先进入国际聚焦来一起了解吧 从2月24号俄罗斯开始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乌克兰战况一直是牵动着媒体的心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进展 香港信报 大公报以及ABC News都在关注 似乎战场上出现了一些转折的迹象 乌克兰军队是逼退了俄军 收复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现在是转攻卢干斯克去了 克里尼林宫现在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卢干斯克州 卢干斯克州本身就是亲俄武装在的地方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就是亚素钢铁厂 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因为亚素钢铁厂呢 基本上就是亚素营的一个大本营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外国的工营军 以及一些乌克兰的军人 此前的平民都已经撤退了 眼下在亚素钢铁厂也有一个变化 那么之前乌克兰方面说是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军人 他们是不撤退 他们也绝对不会投降的 现在已经有乌克兰方面人士举着白旗说要投降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在里面撑下去了 眼下呢 你看俄罗斯方面也是允许亚素营 首先就是伤员来离开那里 然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有一个表态 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乌克兰军人的性命 他说他们要的是活着的而不是死去的乌克兰英雄 所以现在就是该投降就投降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呢 都是一种成功 因为只要活下来这就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的星岛日报等媒体都在关注 乌克兰在基辅附近有一个地方 一个小村庄 他们一看俄军当时要杀过来了 这村子人真的是有一种设小我为大家这样的感觉 可能他们也知道没有国哪有家 所以就把自己的村庄打开了一个水坝 然后自己的村子就给淹了 淹了之后俄军就不能穿越这个小村庄 然后到达基辅了 当然损失是很大的呀 房屋啊农田啊财产啊都没有了 到现在呢自己这个房子还没能够重建 可是居民说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保家卫国 尤其要守住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安全 你看战争真的是非常的残酷啊 这老百姓也太不容易了 我们再看看啊 现在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之音还有香港的媒体呢 都非常关注 就是北约的队伍又要扩大了 乌克兰战争发起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当然这只是俄罗斯的一种说法啊 也是很多很多原因之一 但现在呢 芬兰以及芬兰之后的瑞典都说要加入北约 这个俄罗斯的态度 普京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你看普京说他不认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就直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了 这和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态度大相径庭 当然后来普京还加了一句话啊 他就说如果呢 北约因为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就扩大军事事实 那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不客气了 如果北约的军事设施扩大了 比如说更加向俄罗斯的边境推进 那他就会采取一些报复手段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态度还是很冷静的 其实也因为乌克兰战争还没打明白呢 他现在是分身乏术 他不可能到处树敌 所以采取了一个比较低调的态度 再有说实话呀 这个瑞典和芬兰 他们的军事实力其实比乌克兰是强的多 俄罗斯恐怕也多少有那么一点投鼠忌气 现在芬兰和瑞典申起加入北约呢 就标志着真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变 我们知道瑞典208年是没有打仗 而芬兰呢 这种中立的状态也是有70多年 但是这一场乌克兰战争 让这两个国家对北约的态度完全变了 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呢 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了西方 那在芬兰民意调查的过程当中 有76%的老百姓支持芬兰加入北约 而在瑞典呢也有51% 你看这民意呢 都是比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前 要高出不少 我们再看一下啊 你看瑞典宣布结束 我刚才说到是208年没打仗 这种中立状态 这种军事不结盟的历史就结束了 所以呢 真的是一个很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事件 普京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 似乎有软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对于芬兰和瑞典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方面没急 没有放特别重的话 没有放狠话 土耳其方面却放了一些话 你看看台湾媒体 新加坡联合早报 英国的路透社都在关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了 瑞典分兰代表团 如果要到土耳其首都来游说 我省省吧 不用来了 他确认不会答应 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我们知道北约啊 他要进入一些 加入一些新成员的时候 必须是所有现在北约30个成员国 你都得答应 有人反对的是不行的 现在呢 土耳其等于说就是啊 在给芬兰和瑞典设伴 那么为什么 那位土耳其总统就说了 这瑞典也好 芬兰也好呢 他们是支持恐怖主义的 比如说这个 土耳其说这是恐怖主义 古尔德工人党什么的 然后瑞典分兰都在支持 再有就是瑞典呢 对土耳其是实施一个军售的禁运的 哎呀 土耳其当然很生气了 那你现在有事求我 我必须给你设一点伴 就不知道今后啊 美国开口 然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会不会给一个面子 我们看看土耳其这次呢 现在给芬兰和瑞典设半角尸 设到什么时候为止 再来看一下台湾自由时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香港大公报都在关注什么呢 你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其实这个观点啊 普京就说了 如果北约在北欧 也就是芬兰瑞典 它要设军事设施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北约现有军事设施 如果增加或者扩大的话 那么莫斯科就要回应了 因为呢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 这瑞典它有一个岛 在波罗的海的正中间 所以瑞典加入北约 如果说在这个岛上 北约来点什么军事设施 哇那对于俄罗斯的 波罗的海舰队啊 对俄罗斯的这个 大城市圣彼得堡 这都是极大的一个威胁啊 所以说它现在就要严防 看看北约的军事设施 是不是有下一步的动作 然后北约各国呢 目前承诺啊 对乌克兰的军援 是无止境的 是无限的 现在乌克兰也确实呢 不断地在得到啊 一些先进的武器 一些重型的武器 比如说美国最新 又给乌克兰一些榴弹炮 基本上都已经到了 这些榴弹炮 还是很厉害的 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作用 它这个精度是很高的 而北约现在呢 一天有多少呀 有四大军演 主要是在哪 在爱沙尼亚 在这个拉脱 在爱沙尼亚就是 我们经常说的 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嘛 这种紧张的气氛呢 是非常的浓 所以啊 普京现在还是要紧盯着 北约各国对它的一些具体的军事动作 我认为啊 它也应该关注一下 一些西方的企业在俄罗斯方面的动作 你看美国CNN就讲了 麦当劳啊 这在俄罗斯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的 麦当劳决定要卖掉 它在俄罗斯一共有八百四十七家餐厅全卖了 然后等于麦当劳每个月要损失五千万美元 这夹起来不少呢 而且说实话呀 当年麦当劳在俄罗斯开店也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事件啊 这谈判啊 就谈了十四年 然后呢 头一家这个麦当劳餐厅是开在红厂边上 透过这个麦当劳的这窗户上的那个M的标啊 你是直接可以看到克林姆林宫的 非常壮观 是一个景观 第一天去吃这个莫斯科麦当劳餐厅的人 真的是排成长龙排几个小时 就为了吃一个汉堡包 因为这标志是什么呢 当时这个俄罗斯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都不一样了 但现在呢 又不一样了 是一种倒退 那除了麦当劳 你包括其他一些什么可口可乐呀 星巴克 一些这些西方的企业呢 也现在都在俄罗斯呢 运营不下去了 因为这和乌克兰战争 和他们企业的一种文化 和他们的理念是不相容的 所以如果你继续在俄罗斯还要挣钱 然后你一边还要谴责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 这两者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他们干脆这个钱也不挣了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汽车企业 然后也同样的原因 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在俄罗斯运营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 好吧那就撤场 这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承担经济损失的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要去为价值观 来付出一些代价 好我们再看一下斯布尼克 俄罗斯的卫星网 台湾联合报以及法广网 都在关注俄罗斯的能源 匈牙利 我们一直在关注他 因为匈牙利呢 这个态度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 他就特别坚持 就是说我离了俄罗斯能源 我这个国家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 你比方讲啊 现在欧盟还是没有给我匈牙利提供 我可以接受的禁运额游的一个体验 然后他说呢 匈牙利的损失有151到180亿欧元之多 所以呢 你看这欧盟说呀 你是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这么多钱 怎么给你解决呢 因此现在这个欧盟真的是很头痛 欧盟也同样啊 他要做出一个最终的决议呢 也是27个成员国 你全得答应 现在出了个匈牙利 说给他豁免 豁免到什么时候 比如说豁免到明年年底 匈牙利还说这个时间不够 我找不到替代的进口的国家 我还是这老百姓承受不起 我国家利益受到影响 这不行 我不能说因为制裁一个国家 然后让我的国家受到的伤害 比对方还大吧 因此现在欧盟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事真的不好办 匈牙利总理有个表态 说只要你能够做到 让我们匈牙利的能源安全 能源供应 没有后顾之忧 我不用担心缺这个能源 我们是不会反对制裁的 这个话说的还是挺外交的 但是呢 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替代方案 你都不同意 所以欧盟也还真是要愁下去 你看欧洲现在啊 这是怎么样补这能源缺口 他们找很多的这种替代品 你比如说德国啊 之前也去哪儿 去了卡塔尔 卡塔尔有液化天然气 但是你想想啊 这个液化天然气 是不是能够替代俄罗斯天然气 一直以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液化天然气啊 你要把它运到这些欧洲国家来 你需要什么 需要海上的一些运输船 然后呢 也需要路上有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套 那比方说啊 我们还拿德国举个例子 之前他那么多年 一直用着俄罗斯的天然气 路上管道修得好好的 是吧 性价比也非常高 源头这个供应也非常的稳定 价格也合适 现在你突然让他去改建 首先他要租一些海上的 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 然后呢 路上的设施件 这都得花时间啊 所以不是马上就能够来解决的 而包括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啊 眼下呢 就是市场的供应 就是供需就失衡了 所以价格又高 在我其实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你比如说 美国液化天然气就是 谁出的价高 价高者得 然后呢 最后的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啊 只能买不起那个非常贵的 液化天然气的那些国家怎么办呢 那就化石能源接着用嘛 所以呢 去化石能源的这个进程 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 哎 可能又会打一个折扣 你看看 战争的外衣效应实在是太强大了 所以呢 欧洲想补上俄罗斯天然气这个缺口 无论如何都不是很短时间能够做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德国之声 英国金融时报都在关注什么呢 现在美国和盟友寻求的就是 要重构供应链啊 原来呢 美国是离岸外包 现在一看形势不妙 要转为有岸外包 也就是说呢 尽量要找除中国和俄罗斯以外的 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 免得一旦呢 你像和中国俄罗斯关系紧张 尤其现在是狠狠地制裁俄罗斯的过程当中 那很多合作 以前有的合作 你全要中断了 那怎么办啊 不行 所以今后啊 最好是不要 要摆脱中国和俄罗斯 有几个方面 你包括稀土 包括芯片 当然也有太阳能方面啊 这个现在 美国为首的带着欧洲 还有美国其他一些盟友都希望来对抗中国 而英国方面呢 制造商也正在将供应链回流 这其实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当然英国也希望啊 供应链要回到它的本土 再有就是中国的疫情 现在的管控措施也比较严格 所以有一些的这个英国制造商呢 也在寻找其他的地方 所以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新报等媒体都在关注啊 韩国总统尹熙悦现在说呢 准备参加印太经济框架 具体的一些情况呢 肯定要拜登到访韩国之后呢 尹熙悦和他好好地聊一聊 那韩国现在还是很希望能够啊 因为本身尹熙悦是很亲美的 多借力美国一点 无论是经济方面和美国继续深化 还有军事方面更加深化一些合作 这恐怕都是尹熙悦 今后离美国要越走越近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01和韩国的韩联社都在关注啊 韩国的新外长叫朴振 已经和我们的外长王毅呢 举行了视频会晤 王毅也提出了中韩关系有四个加强 2022年也是中韩建交30周年 所以现在虽然韩国换了新的总统 而且呢是一个亲美派的 但是希望韩国方面还要考虑到啊 韩国和中国是永远的邻居 邻居是搬不走的 所以邻居关系应该怎么处 韩国新总统心里应该有点数 好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国际速报 5月21号的时候澳大利亚就要大选了 目前这个执政党呢 它的支持率是低于反对党工党的 所以你看看 没有几天了 怎么办啊 冲刺想办法 那肯定又要打反华牌了 香港信报 美国之音 香港01都在关注 现在朝野都在忙拉票 那么候选人都在打什么中国牌呢 那莫里森呢是各种中国牌 已经打得很多了 我们都清楚各种抹黑中国 说中国和索罗门群岛签安全协议 对澳大利亚以及对整个南太平洋 构成什么样的安全威胁 等等等等 然后现在工党方面呢 打反华牌呢 它就要低调一点 但是它也打了中国和索罗门群岛签安全协议这件事 它说这是澳大利亚 做二年来打得最差的一张外交牌 做的最差的一件外交的事情 所以呢 中所安全协议这个话题 有可能呢 就最终会导致澳大利亚选举不同的走向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媒体 已经台湾的旺报 现在美国和日本 打算共同使用冲绳的弹药库来应对台海冲突 再看看香港文汇报以及洛杉矶时报 我们知道呢 水牛城发生了非常惨烈的一个枪击案 其实现在在美国社会呢 包括媒体也包括政客 把这种替代论带入了主流社会 这个替代论呢 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移民正在取代白人 取代美国人 让美国社会呢就有一种反对移民的思潮 据民意调查显示呢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觉得移民 抢占了他们很多的机会 所以呢 你看这种反移民的也好呀 或者说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枪杀案 枪击案 那就是层出不穷 你看刚刚说到枪击案是吧 这还是在美国 南加州教会 一个枪击案 但是贤凶的似乎是中国大陆的移民 而且他行凶的原因是仇恨抬脚 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开枪也是造成了一死五伤 然后他在换蛋的时候呢 被教堂的一些信众给他制服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信报 韩联社都在关注朝鲜的疫情 最近也是非常让大家担忧的一件事 那首先呢 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派朝鲜的军队去派药 金正恩认为呢 此前朝鲜的卫生部门 防疫部门呢 他们的动作太慢了 报告的也太慢了 也没有做到呢 24小时这个药店都要为老百姓提供药品服务 等等有很多的短板 所以现在呢 不信任他们了 最可靠的就是军队 让军队去来派药 然后韩国方面就觉得 朝鲜现在这个情况肯定还是比较严重的 恐怕呀 死亡的病例会高出朝鲜政府公布的4到5倍 因为呢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 朝鲜在公布数字的时候 他还在强调就是发热啊 发烧 可是呢 在奥密克隆传播的过程当中呢 各位也都看到了 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并没有发烧 但这些人呢 是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恐怕朝鲜疫情 比目前这个已经很恐怖的数字 还要严重 那么现在朝鲜的状态也是比较缺少 包括口罩啊 什么呼吸机啊 各种防疫物资都是不足的 韩国呢 准备向朝鲜来提出一些防疫方面的合作和帮忙 韩国的统一部呢 向朝鲜的对应的一个部门也是发去了消息 但是朝鲜一直都没有回应 目前似乎是一个不接收的态度 韩国表示说 不急等一等啊 还是愿意为朝鲜来提供帮助的 再看一下澎湃 还有法国的菲加罗报等媒体都在关注 法国第二位女总理 伊丽莎白博尔内就职了 她也是法国30年来的第一位女总理 她的任命呢 是仅限给所有的女孩 让大家去追逐梦想 看一下香港经济日报彭博社 欧盟今年的通胀6.1%增长降到2.7% 还是和疫情有关系的啊 文汇报英国的微报都在关注啊 瑞士公投通过了一项 说死后呢 只要这个人生前没有坚决反对捐献器官 那么就可以自动捐献 带来看日经中文网 现在日本呢 领低保的劳动年龄群的群体是越来越大了 这个现象还是值得关注的 好 稍事休息 回来我继续为您读报 欢迎回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中华聚焦 来了解和中国有关的大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内地四月份的经济的状态 香港经济日报说 内地四月呢 包括工业 零售 还有固定资产的投资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三架马车 全都熄火了 全都是差过预期 而且失业率呢 是到了6.1% 五月份怎么样呢 五月份啊 统计局挺有信心的 说首先呢 内地的疫情就会受控 再有政策就要发力了 所以五月份的时候 有可能会改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注意到 城镇失业率是升至了6.1% 尤其是青年的失业率有18.2% 这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 我觉得青年失业率呢 是特别值得重要 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指标 因为如果说你看 青年人年富力强 然后一腔热血想工作的时候 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说实话 这有可能啊 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啊 从国际因素来看 从国际角度来看呢 真的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 现在大概只有百分之超过15点的 现在大概只有百分之15.4左右的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呢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又是史上最多的一个毕业年 有一千多万的人啊 所以怎么让这些学生 能够找到一个可心的工作 这是各级政府啊 需要来动作脑子的 再有就是大学毕业生 择业的心态 现在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有的毕业生现在就说 反正我家里不等着我去挣这个钱 我就好好想一想 我要不要马上去工作 然后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呢 这种就业的心态和老一辈是完全不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的疫情啊 香港信报 新岛日报都在关注 上海已经计划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全面复偿了 哎呀 都是想赶紧重挣经济 因为上海封城一个多月以来啊 这经济下行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上海呢 两成欧盟企业是准备撤走 因为对他们来说呀 这一个多一个多月真是日子不好过 然后呢也不清楚 明年啊 上海他还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防疫的政策 所以出于一种担心 以及很多的不确定性 有不少的企业是准备牵走的 当然这就是有的人觉得这里是不是就不是我九流之地了 但也有人觉得上海还是那个上海还是那么的好 你比如说很多港商就说上海的经济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包括呢上海还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啊 包括也是文化中心 科技中心 航运中心 还是那么多的方便 所以这港商他也说了 已经有三成一的港商表示 我就要留在上海 而且还会继续扩大投资 再来看一下香港大公报 明报啊 这就是关于防疫政策的一个权威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 卫健委的主任讲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那么具体实施呢 比如说每个大城市啊 都要有一个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核酸检测圈 因为需要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就快点能够拿到一个正规的核酸报告 再有就是要提前规划永久的方舱医院 这也是大城市现在都在做的一个事情 当然其实这个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呢 也强调啊 因为在防疫过程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 有的时候呢 防疫过紧 其他有就医需要的老百姓可能会被耽误 所以这个现象今后还是一定要避免的 好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香港明报等媒体关注到啊 巴基斯坦曾经发生的 孔子学院的袭击案这个策划者已经被抓到了 新报中国时报说台湾所谓的国安部门有人讲啊 当中国大陆要对台湾来进行武力统一的时候 完全统一的时候也会包括钓鱼岛 所以日本得关注 再看台湾中国时报说呢 台湾应该加入RCEP 这样才可以平衡印太经济架构 香港的文汇报商报都说 现在前海市真金白银资助 西港澳专业服务业落户 包括文化创意等八类 说到文化我们看看这个 香港的大公报 香港01在夏天的时候 香港故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有九大展了 非常值得去看 而且呢 它并不是北京故宫的一个分馆 它是一个独立运行的 而且以后没准也会和台北故宫进行合作 总之 它是在全球视野来讲解中国文化 我们下期见